正所谓到市场买菜都要货比三家 更何况是进行复修工程 相比到市场买菜更为复杂 所以一定要细心了解清楚 很精明 那你对工程估价有多理解呢 我知道工程顾问会就各项建议工程项目和方案提供估价 并会注明估价的参考或假设 当然业主要理解工程顾问的估价 其实只是一个有合理基础或假设的参考数据 绝不等于市场价格 你们都有做资料搜集 的确我们会在法团和业主确认全部的建议招标工程项目后 提供一个工程估算 给业主做参考 作为一个预算 让业主心理有底 可以预先做好财务安排 而估价的内容会包括个别工程项目的分项价钱 单位数量及单位价钱等等 一般来说 我们的估价可能是根据一些楼宇复修工程的历史数据 政府或相关市场的资料来做评估 正如阿信所说 工程估算可以给业主一个预算 让业主可以知道工程大约的费用 预先做好财务安排 但要明白 因应各楼宇的工程规格及楼宇状况而定 工程顾问提供的估价中所做的参考和假设或各有不同 而工程承建商投标时也可能会考虑项目的风险 施工困难度和投标策略等因素 所以业主先要了解工程顾问提供的工程估价细节 有助在日后分析工程承建商回标价钱的合理性 哦 清楚明白 我曾经浏览过世界局楼宇复修平台的网站 搜寻了其他楼宇过往复修时的工程费用资料 虽然每栋楼宇的工程范围都不一样 不过也可以用作参考 你们真是越来越精明呢 而事件局楼宇复修平台 正积极和业界代表商讨成立一个 有关维修工程费用的参考数据中心 业主可以密切留意 一起成为精明业主 有根有据 看清参考数据 那就人人在好